记者庄世新台北报道,2018年世界杯足球盛会即将在俄罗斯登场因应赛事,香港航空将于5月18日起至10月27日期间提供每周三班往返香港至莫斯科的直航服务,计划前往俄罗斯观看赛事的旅客,航班选择更多元。 香港航空的香港,莫斯科航线未往来香港国际机场及莫斯科福努克沃国际机场,并由空中巴士客机A330-300车飞,包含32个商务舱座位和260个经济舱座位。 商务舱乘客还可品尝香港本地新级厨师蔡家傅的全新餐食料理,以及由香港设计品牌JAR和QUIP共同呈现的全新餐具。 另外,香港航空将于3月25日开航香港往返旧金山的直航服务,每周飞航四班,是香港航空即开航温哥华洛杉矶航航点后,于北美的第三个航点。 在即将开航的旧金山航线上,香港航空将与旧金山新级大厨Chris Cosentino合作,推出全新空中餐饮。 主厨Chris Cosentino设计12道新款菜式的餐单,包括火烧、牛油、果配食、撒半蛋黄酱及红做姜草、烩牛肋肉配白豆蓉及蒜香烟椒掌耿西兰花等。 菜单将优先提供于旧金山出发航班的商务舱,之后将陆续扩展至洛杉矶航班上。 因应2018年世界杯足球盛会即将在俄罗斯登场。 香港航空将于5月18日起至10月27日期间提供每周三班往返香港至莫斯科的直航服务,除为莫斯科圣瓦心理大教堂。 记者装饰闲舍,香港航空将于3月25日开航香港往返旧金山的直航服务。 即将开航的旧金山航线上,香港航空将与旧金山新级大厨Chris Cosentino合作,推出全新空中餐饮香港航空提供。